好 带给你提台的好消息 澳网今天传出了捷报 台湾出现了史上第一位 在网球大满贯赛事 青少年女丹还有女双都夺冠的记录 写下了空前荣耀 她是17岁的台湾小钢炮梁恩硕 先是击败了法国对手在女丹封后 接着又在女双决赛中 跟大陆王兴渝联手退敌 摘下了冠军 超越了詹家姐妹 还有谢淑薇昔日的战绩 单双打同日封后 成为了台湾史上的第一人 开心亲吻冠军奖杯 台湾网球小将梁恩硕 在四大满贯赛事之一的奥网峰后 梁恩硕开心表示像做梦一样 再后说着我们最熟悉的语言 台湾之光17岁小将梁恩硕 27号以6比3 6比4植萝尔 击败法国16岁给马布瑞尔强势封后 台湾小钢炮梁恩硕 继2008年杨宗化在法网 夺下青少年男单冠军后 这下台湾第二座青少年单打冠军 也是台湾在大满贯封后的第一人 今天的奥网真的很台湾 因为另一个台湾之光亚齐吉娜曾俊欣 青少年男单决赛对上排名第7的 美国选手科尔达 虽然以6比7 4比6输球 却仍拿下奥网青少年男单亚军 台湾网球出头天 梁恩硕和曾俊欣 未来的网谈也会继续发光发热 接着姚慧文 正好不等